楼山美食又到了 今天要分享的是 常常走过路过念错的一个店 叫做港踏 它是念踏不是念龙 它卖的是一些港式的自助餐 吃到饱哦 但是也不要把自己吃成了 看看它的菜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店还蛮特别的 就是它的餐几乎都是长一样的 然后它的价钱却不一样 平日的中午跟假日的晚上 价钱不一样 但是菜色是一样的 我有特别去了观察过的 然后分享给大家 所以如果你要去吃的话 不一定要是挑平常日 它最近又要调价了 记得几年前我来吃的时候 它是三字头的 然后过了疫情之后 再来吃它已经变成四字头了 哇 现在呢 已经又要再调涨了哦 是在四月初的时候 再来的是呢 大家也不会因为它价格的调涨就不来了哦 还是会是满满的人 如果你要来吃呢 要提早半个小时呢 排队它就可以进来了 不要等到时间到才过来 那可能就会没位置等下一波哦 看到吗 我只喜欢介绍小吃 这样的餐厅 自己过来品尝就可以了 相逢自是有缘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观赏